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耳边动感的音乐 看着舞池里形形色色的男女 我心中一动 头也没回 拉着身侧的人就往舞池中央走 走 陪姐姐跳一会儿 身后的人没有抗拒 就这么乖乖地跟我往前 暧昧交错的灯光 挨得极尽的身体 我沉醉在火热的节拍中 顾不得去查看身侧的人到底还是不是他 完够了 我拉着他来到无人的角落 攀住他的脖子 点脚稳了上去 后者愣了愣 随后扣住我的后脑勺 反客为主 酒精作祟 导致我亲到后面才发现自己亲错了人 我意乱情迷地将他推开 有气无力道 你是谁 他抵着我的额头 乖乖抱上家门 我叫萧和 我视线下矣 落到他泛着光泽的龟色唇瓣上 眸光暗了暗 单身吗 萧和点点头 单 身体健康吗 他眼底闪过疑惑 却还是乖乖回答 非常健康 我捏着他的下巴 仔细打量了下 最后满意一笑 再次亲了上去 比起刚刚那个男学生 这个萧和 明显更符合我的审美 五官清冷金贵 高冷禁欲中 又带着股男训的野性 毫不夸张地讲 他是我迄今为止 见到过的最好看的男人 李智告诉我不能这么随意 可内心深处的冲动却告诉我 错过这村 就没这店了 萧和将我打横抱起 声音音哑 我们换个地方 夜深时分 见差不多了 我将他推开 声音嘶哑 我累了 今晚就到这儿吧 他亲吻了 吻我的额头 如情人般在我耳边呢喃 辛苦了 早点休息 我抱着被子 看着他完美的侧眼 忍不住勾唇 此刻的萧和 眉弓高耸 鼻梁挺立 眼底浓雾未退 锁骨处还挂着汗珠 活脱脱个勾人的妖精 可惜今晚过后 我们就要分到扬镳了 想到这儿 我眸光暗了暗 钻进他怀里 忽然又不累了 再来 天空泛起雨堵白 趁着他还没醒 我穿好衣服 从包里翻出张银行卡 放到床头 随后戴上墨镜 扬长而去 七个月后 我昏昏沉沉地 从病床上苏醒 宝宝呢 唐小姐 你醒了 宝宝现在在重症监护士呢 我心头一跳 重症监护士 宝宝早产 目前重度贫血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包括唐小姐 您本人也是 身体各项指标 都不太理想 医生早就跟您说过 怀孕要好好休息才是啊 护士翻着我的病例 语气胶着 随后摇摇头走了出去 我揉揉眉头 闺蜜故隐 在旁边握住我冰凉的手 别听那护士瞎说 你一个人又要撑起 那么大的集团 又要怀孕生子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摇摇头 虚弱开口 是我对不住那个宝宝 她跟着我受苦了 一年前 唐老夫人逝世 唐氏的继承 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我虽是领养的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 老夫人一直在把我 当接班人培养 就在大家以为 唐氏非我莫属时 一份遗嘱打得我措手不及 什么 一年内要么联姻 要么生子 只有这样 我才能正式接管唐氏 不是 为什么呀 我的实力 老太太是知道的 她就这么信不过我 我震惊地 看着面前的律师 倒不是我舍不得 那些钱财 只是唐氏是老太太 一辈子的心血 若是到了 她那个废物儿子手上 唐氏就完了 律师扶了扶眼镜 老夫人说了 豪门身四海 一个人举步维艰 只有强强联手 您才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生子代价大 周期长 远不如一张 结婚证来的轻巧 况且她死后 到时候 我一个人支撑唐氏 注定会分身乏术 所以 她是在读 我不会选生子 这一选项 但我不服 不甘心 就这么把未来 交给那个素未蒙面的 未婚夫 老太太觉得我不行 那我就偏要证明 给她看 所以 在结婚和生子间 我选择了后者 瞒着所有人 悄悄怀孕后 我照常工作 没有半分懈怠 再加上精心遮掩 除了身边的几个心腹 几乎没人知道此事 现在七个月已过 见我还没有动作 唐家人便放松了警惕 只等着一组 期限一到 便回收我的股权 殊不知 这七个月的时间里 我一直暗中培养心腹 扩充人脉 巩固资源 如今我手上的筹码 已经不是那群 做赤山空的废物 可以料想得到的了 然而 孕期拼命是有代价的 唐若女士是吧 您的宝宝唐欣 目前状况 还是不太稳定 请您做好心理准备 对了 宝宝的父亲在吗 我大脑有些发懵 什么叫做好心理准备 我这刚刚出生的乖乖女儿 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抱呢 时间一点点过去 我就这么躺在床上 盯着天花板发呆 这时 病房的门被人打开 我以为是医护 紧张地看去 然而 当看到那道气势汹汹 走来的身影时 我大脑一片空白 萧和 他什么时候 从法国回来的 萧和满脸寒意地 快步朝我走来 站立在我床边 语气不善 唐小姐都七个月了 穿上裤子 就不认人了是吧 如果我不来找你 你是不是打算 就这么把我当个屁放掉了 还有 你这是怎么回事 出车祸了 身后 他的助理感到 气喘吁吁地提醒 总裁 不是车祸 是铲子 铲子啊 我都还没说完呢 您就急吼吼地赶来了 都不等我一下 萧和文言 猛地一愣 站在不知温馨的病房里 迷茫地看了看四周 又看了看我 凉久 太阴郁地脸上 站开出温柔的笑容 当爸爸了 我揪着被子 有些心虚 你怎么找到我的 萧和书弟收起笑 从兜里掏出个东西 如果我没猜错 你想给我留的 其实是银行卡吧 你再仔细看看呢 我凑近一看 指尖它白皙的指尖上 夹着的 根本不是什么银行卡 而是我的名片 我眼前一黑 当时脑袋发昏 竟然拿错了 萧和松了松领带 抬眼瞥了眼 充当背景板的顾影 眼神汉人 磕磕 那个 我出去接点开水 你们聊 顾影出去后 发了个微信过来 这男的是宝宝的亲爹 看上去不好惹呀 小心他 跟你争宝宝的抚养权 我默不作声地 关掉手机 如灵大敌地抬头看去 宝宝的抚养权 只能是我的 寂静的病房内 我先发致人 七个月前灯光昏暗 光顾着看脸 忘记看他的穿着打扮了 如今一看 萧和此人 非富即贵 他背后的豪门 估计比唐氏的还大 萧和抬起头 眼眸深沉静默 里面引有风暴 在凝聚 他朝我走来 弯腰 手背骨节突起 力道不算温柔地 牵住我的下巴 唐若 你把我萧和当什么人了 随时随地就可以上 上完就可以丢个鸭子 嗯 我看着他 心稍稍往下沉了沉 他这话的意思 是要跟我没完 就在我们僵持不下时 护士走了进来 唐女士 好消息 您的宝宝 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您可以放心了 萧和愣了愣 生命危险 护士关上门 撸起袖子朝我走来 这位先生 请您让一下 我要给唐女士进行腹部按压了 唐女士 待会儿可能会有点疼 您忍耐一下哦 萧和皱眉 腹部按压 那是什么 剖腹产后的腹部按压 有助于子宫积血排出 促进子宫收缩 预防血块凝成 闻言 它的眉头皱得更深 那岂不是很疼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女子生产本就不易 你以后记得对你老婆好点 好了 请不要再妨碍 我工作了好吗 吃别的萧和刚想发怒 在听到老婆二字后 身上冷力的气息 渐渐平复下来 默默退到一旁 阴侧侧地盯着她 死 腹部按压的疼痛 远比我想得要难矮 几分钟后 我疼得满脸苍白 大汗淋漓地躺在床上 萧和盯着我 薄唇紧敏 幽黑的眼睛里 隐隐一出担忧 带护士走后 她朝我走来 你没事 萧先生 我想了想 如果你确实是 割守不下宝宝 那我们个退一步 宝宝由我抚养 作为生父 我允许你每个季度 都来看她一次 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盯着天花板 感受着疼痛的余韵 头脑清醒地 继续着刚刚的话题 本以为这样说 可以缓和下她的态度 起料她的脸刷得 再度黑了下来 我 那每月 片刻后 我再次让步 每周 每周一次 这是我的极限 萧和气笑了 目光冷如冰霜 唐若 你真是好样的 她气愤地甩门离去 显然对于我的提议 并不满意 一周后 我和宝宝顺利出院 别墅门口 老远就看到 停了辆黑色豪车 豪车旁 恭恭敬敬地 站着几排女生 抱着宝宝下车 我摘下墨镜 看像靠在车上 浑身金贵 慵懒的男人 萧先生这是做什么 萧和漫不经心地 朝我走来 伸手逗了逗我怀里 熟睡的小家伙 你的提议 我考虑了下 一天一次 如果不同意 我会举萧是全族之力 跟你争抚养权 我舌尖抵着牙关 危险地眯起眸子 医院见过后 我就让人查了她的底细 跟我说 萧和我不认识 但如果跟我说 京都萧家的掌权人 那我可太熟了 不正是我那位 素未蒙面的未婚夫吗 这世界还真是小啊 在拥有几百年基业的 京都萧家面前 唐家就是个小弟 如果他执意要争 我还真没多少把握 思及此 我假假一笑 成交 你身后这些人是 我替你请的顶尖护理团队 替我 萧和淡淡地挪开视线 准确来说 是替你和宝宝 毕竟是我萧家的血脉 还是得重视 唐女士莫要自作多情 我轻哼一声 不想搭理她 直接朝别墅内走去 她伸手拦住我的去路 等等 密码 密码 别墅大门密码 以后我想看宝宝 难不成得翻墙 然而 我还是低估了 萧和的无耻程度 约定好后 他竟直接将我对面的 那栋别墅买了下来 当天就搬了进去 坐月子期间 我开启了居家办公模式 一边在落地窗前 晒着太阳玉 一边敲着笔记本 本来很是惬意 直到 欢迎回家 机械女音响起后 门应声打开 只见萧和穿着 干净儒雅的居家服 顶着一头顺毛 抱着电脑和文件 跟出入自己家似的 在玄关换了鞋 鞋是她自带的 我并未准备 然后朝我走来 在我悠悠的凝视下 她全无半点不自在 动弄完宝宝后 就在我对面坐下 优雅地交叠起双腿 投入工作中 她的确遵守约定 一天只来一次 但她一来就是特命一天 我气了声 无耻 有些吃不准她的心思 我咨询了顾盈 顾盈对此一顿分析 像萧和这样的顶级豪门 尊严和骄傲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如今又是殷勤地 给你们安排护理团队 又是厚着脸皮 天天赖在你家 忍受你的白眼 甚至连公司都不去 综上 我认为 她还没有彻底放弃宝宝 当心有诈 而这推测 在今天下午被证实 萧和坐在我对面 原本在好好办公 结果她的电脑突然发出声音 父亲 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有利于给孩子提供情感支持 增强孩子的安全感 因此 父亲这个角色 对于孩子来说至关重要 视频接近尾声 全程都在讲父亲 对于孩子的重要性 萧和按下暂停键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抱歉 嗯 错了 我礼貌地笑笑 按按摇紧后槽牙 这丝果真还没放弃 她还是想跟我争宝宝 夕阳夕下 我淡淡看向对面 你还不打算回去 萧和活动了下手腕 随着她的动作 腕上的紫蝴蝶纹身 栩栩如生 她目不斜视 还早 不急 手机不断地在响 我再次催促 不早了 你该回去了 萧和抬起头看我 半张脸沐浴在夕阳中 有黑的眸子 深不见底 这么着急赶我走 怎么 要私会男人啊 叮咚 交谈间 门铃响了 开门 一张温润的面庞 映入视线 若若姐 这是你要的文件 还有 来的路上 我给你和宝宝 买了点营养品 请你不要嫌弃 我像她手上 满得快要 装不下的袋子 破费了 以后除了我吩咐的 不用再额外 给我带东西过来 不破费的 七个月前 要不是你 我妈妈估计早就 虽然到最后 我也没履行到义务 但好在 若若姐你心善 并未追回那张卡 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 这点礼物 还请你务必收下 没错 面前这个斯文白净的男生 就是七个月前 我本来的目标 楚玉 那晚后 楚玉联系过我 说他中途 接到了一个医院的电话 出去后 那边跟他说打错了 等他再回来时 我就已经没影了 他放心不下 在酒吧找了我一夜 差点就去报警了 想着他也不容易 那张卡我也就没拿回来 机缘巧合下 他顺利毕业进入堂室 因出色的工作能力 被我选为心腹培养 这些东西重 我帮你提进去吧 然而不等他迈进门 一道修长的身影 就挡到了他前面 宝宝还在睡 有什么东西 就交给我这个亲爹就行 萧和丁的楚玉 将亲爹二字咬得极重 将东西从他手上夺了过来 楚玉疑惑 亲爹 若若姐 你不是说宝宝他爸 已经死了吗 萧和音策策地扭头 气笑了 你跟他说 我死了 我咬着下唇 有些心虚 当初为了使我 那几个心腹安心 我便随口说了句 还他爸已经死了 谁承想 会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 楚玉略过萧和看向我 礼貌一笑 若若姐 既然不方便 那我就不打扰了 银行卡的钱 我会想办法凑齐还你的 当然 如果你还想继续 七个月前在酒吧 没有完成的事 也是可以的 都是你一句话的事 说到后面 楚玉白皙如玉的面庞 浮现出一抹修红 门被人狠狠关上 喷的一声巨响 彻底隔绝了楚玉那张 我见油帘的奶狗脸 此刻萧和的脸色已黑如锅底 他居高临下地冷腻着我 眼底引游火光闪烁 声音森寒 七个月前 没完成的是 银行卡 酒吧 倘若 别告诉我 你七个月前想睡的人 其实是他 所谓男人更懂男人 从楚玉的只言片语和神情中 萧和明白了什么 他的眼睛仿佛黑洞 看得我有些发慌 面对他的质问 我有些恼怒 沉下脸 萧先生现在是以什么身份 来质问我呢 七个月前 我们你情我愿 我可没强迫你分好 萧和表情一致 眼底划过一抹受伤 在你心里 对我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吗 他的眼神令我有些烦躁 我双手还胸 声音冷了几度 萧先生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你不会以为我还天真到 会被这种老套路所打动吧 别告诉我 你跟我睡了一觉 就喜欢上我了 这种鬼话 你觉得我会信吗 萧和没回嘴 我继续说 你如果真的要跟我争宝宝 大可不必跟我耍这么多花招 我话说得很明白了 不管你萧家多大的豪门 宝宝的抚养权 只能是我的 哪怕就剩最后一口气 我都不会放弃 我盯着他 放缓了语调 一字一句地警告 周围的空气仿佛凝结 萧和握紧拳头 只结因用力而泛白 看我的眼神里 极尽寒凉 良久 他倾笑出声 倘若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情啊 萧和走了 并且之后再没来烦过我 起初我还担心 他会恼羞成怒 动用萧氏来打压我 然而他却什么都没做 我还是坐在那个位置办公 只是没有以往那么投入了 总是时不时抬头看向对面 那个挺拔金贵的身影不在 偌大的客厅 就剩我和宝宝 没来由的 我竟觉得心头空落落的 傍晚时分 天空下起暴雨 叮咚 这时门铃响起 打开门后 看着面前狼狈的人影 我诧异不已 萧和 浓郁的酒气扑鼻而来 我醋美 你喝酒了 哎呦喂 唐女士您劝劝总裁吧 他都连着喝了 好几天了 今晚死活要来找你 我实在没辙了 助理撑着伞 表情痛苦 萧和靠在那 发烧微湿 白衬衣沾了些水 贴着他的身子 里面的线条若隐若现 他眼睛蒙上层水雾 此刻跟变了个人似的 抱着红酒瓶 可怜巴巴地瞧着我 张助理接了电话 神情慌张地 把萧和交到了我手上 对不住啊 唐女士 我媳妇马上要生了 我得马上去趟医院 我们总裁就拜托你了 抽过萧和手中的红酒瓶 张助理快不离去 对于我的抗议充耳不闻 五分钟后 我嫌弃地把他搬进客厅 本想一走了之的 但不知为何 看着他这副模样 我竟动了侧隐之心 看着他身上湿答答的衣服 纠结许久后 我弯腰去解他扣子 趁一下的光景展露无遗 回想起七个月前 那个疯狂的夜晚 我只见轻轻一颤 墨地 骨节分明地大手伸来 阻止了我的动作 手腕上 精致的紫蝴蝶翩翩起舞 抬头 对上一双漆黑无底的眸子 你醒了 他没说话 只是使劲将我拽入了怀里 腰肢被强势还住 我的脸贴在他的胸膛上 动弹不得 耳畔传来他囚禁有力的心跳 一下一下 敲击着我的神经 别对我这么无情好吗 我找了你好久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求你 别这么对我 他声音音哑地呢喃道 也不知是醒着还是没醒 腰间的手越来越紧 他还在祈求 声音激进哽咽 不知过了多久 他的声音渐渐变小 这是 睡着了 我尝试挣脱他的怀抱 就在快要成功时 起了腰间的手忽然一个使劲 将我猛地拉下去 唇瓣触碰到个温热的存在 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 我呼吸一致 奇怪 明明不是第一次和他亲吻 可这次比起七个月前 更叫人心乱如麻 萧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随即下意识扣着我的脑袋 动情地索吻 他翻身将我压到他身下 指尖轻柔地划过我的眉眼 眼底痴迷一片 真好 你还在 说完 他再次当机 沉沉倒在我身上 而我则被他禁锢着 简直叫天天不应叫 弟弟不灵 次日 阳光洒下 耳边传来某人 沙哑 诧异的声音 唐若 我不悦地睁开眼睛 还不起来 萧和立马起身 昨晚我们 我起身 理了理衣服 没眼冰冷 萧先生 我这里不是快捷酒店 下次喝醉了要耍酒疯 麻烦你回家耍去 行吗 萧和小心询问 我昨晚 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我瞥他一眼 你都不记得了 他表情疑惑 我气不打一处来 大步往楼上走去 慢走 不送 许事理亏 事后萧和数次登门道歉 可都被我拒之门外 见我不带见他 他便转换了道歉方式 叮咚 门打开 外面出乎意料的 没有出现萧和的脸 反倒有个精致的木制石盒 安安静静地放在地上 这时候我认识 是海城顶尖甜品店的包装 平时排队的人很多 也是我最爱去的一家 石盒边还有一束玫瑰 上面挂着一张卡片 写着 想不到怎么抱歉 随你处置吧 字体潇洒畅达 大气侧漏 只是这词句 怎么看也不像萧和会说出来的话 接下来的日子 萧和顾忌重施 甜品和花每天变着花样的来 就连卡片上的内容也都不尽相同 有一只小鸭子在看书 另一只小鸭子走了进来 说吃饭了快把书和好和好鸭和好鸭 一只企鹅摔倒了 小鸟嘲笑它 你是不是打算拍一辈子啊 还不起来 企鹅气呼呼地说 对不起 扑吃 我拿着卡片 不自觉地笑出声 这时 别墅铁门外出现了张助理的身影 他扯着嗓地喊道 唐小姐 未表歉意 我们总裁今晚亲自下厨 可否赏脸到对面一许 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入夜 我摁响门铃 开门的是萧和 看到他时 我微微一正 此刻他戴着围裙 拿着锅铲 衬衫袖子 还被挽了上去 露出两截结实性感的小臂 他眼里划过一抹不自在 将我请了进去 再又一会儿就开饭 说完 他微红着耳尖 大步走进厨房 餐桌上 基本都是我喜欢的食物 摆着我喜欢的玫瑰和甜点 甚至还点了 象征暧昧气息的蜡烛 萧和端着汤走了出来 冷峻的眉眼间 染上几分烟火气 峻美一场 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他替我拉开凳子 带我坐下 又替我倒了饮料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深吸口气 缓缓开口 那天晚上的事 我都记起来了 对不起 是我唐突了 我端着杯子的手抖了抖 敏唇一笑 都过去了 我已经不生气了 萧和看向我 眼露西迹 其实 我是愿意负责的 不论是那天晚上 还是七个月前 我都愿意负责 我的确是想抚养宝宝 但我的目的并不是 把他从你身边夺走 而是 而是想和你一起 抚养他 所以 唐若 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说到后面 他的耳间再度悄悄攀粉 脸上的紧张显而易见 周围寂静一片 萧先生 你说 你想跟我一起 抚养宝宝 那么请问 你是想以怎样的一个身份 待在我和宝宝身边呢 我的合法丈夫 难不成你想和我结婚 萧和点点头 斩钉截铁道 对 结婚 我唇半清张 诧异地看着他 然而下一秒 他补充 我会拼尽所有 对你和宝宝负责的 我指尖蜷缩了下 眼里的光渐渐熄灭 所以 你之所以要跟我结婚 只是因为你想负责 对 萧和郑重回答 我脸色有些白 只觉得一口气堵在胸口 不上不下 很是难受 我拒绝了萧和的结婚申请 他满脸郁闷 似乎并不明白 问题出在了哪里 除此之外 他桌上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萧和脸色不太好的 挂了好多次 再次打来时 我无意间 撇到来电显示 沈蝶 想到什么 我下意识看向他的手腕 这次过后 我跟萧和之间变得微妙起来 他依旧每天来看宝宝 只是看了就走 没再多坐停留 又过了几日 我到了重回公司的日子 穿上干练的白色西装 踩上高跟鞋 我抱着宝宝 坐上轿车后排 趁着这个时间 我习惯性地打开手机 阅览起最近的热点事件来 同城频道中 一个热度颇高的视频映入眼帘 标题是 萧氏集团总裁萧和 揭露紫蝴蝶纹身背后意义 等我反应过来时 手已经点开了这条视频 视频中 慈善晚宴的主持人问萧和 萧总 请问一下 您手腕上的紫蝴蝶纹身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萧和的指腹 妈撒了下纹身 眼底温柔尽显 平时对于这种问题 爱搭不理的她 竟破天荒地回答了 不过是一个男孩 暗恋一个女孩的证据罢了 她看着镜头 狭长的毛子里 是前所未有的深情 画面一转 一张漂亮的脸蛋 出现在屏幕上 她画着精美的妆容 穿着高定礼服 正自信优雅地看着镜头 眼瞼下两只小巧玲珑的 紫蝴蝶贴纸 为这套装造的点睛之笔 主持人秀到了八卦的气息 提问 沈蝶小姐 今天的这套装造 看上去别出心裁呀 请问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沈蝶神色娇羞地 看向萧和离去的方向 羞涩地垂下眼帘 不过是一个女孩 暗恋一个男孩的证据罢了 两人就此冲上热搜 成了众人眼里的金童玉女 诶 听说了吗 沈蝶公布恋情了 男朋友又帅又多金 就是前段时间大火的沈蝶 别说 她长得还真不赖 快别聊了 听说今天唐总就回来了 被带到了 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怕什么 反正她都要被赶出唐室了 你说她一个女人 做出那么大成就有什么用 最后还不是不被唐室承认 白白给别人做嫁衣 要我说女人就应该像沈蝶那样 娇娇弱弱 我见尤蝶的 嘖嘖嘖 是男人看了都走不动的 哪像唐若呀 天天冷着张脸 跟谁欠了他钱似的 我脚步一顿 扭头看向饮水机旁的几个长蛇男 唐 唐唐唐总 那几个人差点咬到舌头 立马吓成了安蠢 我摘下墨镜 眼中寒芒四射 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计下后 我抱着宝宝 大步朝会议室走去 唐总 唐一和股东们正在 会议室等您 秘书迎了上来 哼 还真是心急呀 不过也好 也该有个了断了 对了唐总 这孩子是 我的 嗯 啊 会议室的门被我一把推开 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 唐若 你终于出现了 既然来了 就把股权转让协议签了吧 与其等到两个月后 我们把你赶下台 倒不如 唐一扭过头 看到我怀里的孩子时 瞳孔皱缩 这孩子哪来的 不 不可能 你明明说了 你不会联姻的 以你的性子 不可能妥协 唐一慌张地摇摇头 有些语无伦次 亲自鉴定 自己看 我毫不客气地 把文件甩到他跟前 我的确说过 我不会联姻 但我可没说过 我不会生孩子 结婚和生孩子之间 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 所以 你早就怀上这个野种了 只是一直在跟我们演戏 我中间明明派人 试探了你那么多次 唐若呀唐若 你好深的心机 唐一狠狠破防 你想多了 对付你这种废物 还用不上我多少心机 我缓缓夺步绕到他身后 面色一灵 众目睽睽下 直接抓住他的头发 将他的脑袋 狠狠摁到桌上 发出喷的一声巨响 道歉 唐义大害 唾口大骂 唐若 你那么疯了 我说 道歉 给我的宝宝道歉 敢骂老娘的孩子是野种 老娘明天就能让他绝种 本来今天心情就不好 这丝还偏往枪口上撞 凭什么 就凭我现在是唐氏的掌权人 我只要一句话 你和你的老婆儿子以后的日子会很不好过 我居高临下地逆着他 加重了手下的力道 声音森冷 唐义面色屈辱 但还是颤颤巍巍地说了声对不起 至于其他股东 则被我吓得缩在凳子上 一言不发 经此一意 从此我在唐氏的地位将不可撼动 下班后 我接到了个陌生的电话 那人说他是沈碟 想约我见一面 落座后 对面的女生摘下了口罩和墨镜 笑容灿烂地看向我 听说你和萧和有婚约 我静静地看着他 只一眼 我就看明白了 他是个什么货色 哦 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叫沈碟 是萧和的 初恋 他故意将初恋二字咬得很重 试图挑起我的怒火 我挑眉 身子厚痒 气定神闲道 所以呢 所以 我希望唐小姐主动解除婚约 否则 我会拼尽全力 把萧和抢过来的 沈碟双手还凶 眼里满是不屑与俱傲 良久 我倾笑出声 看小丑似的看着他 沈碟皱起眉 你笑什么 沈小姐是觉得我很闲吗 我墨地收起笑 阴冷地盯着他 劝你少在我这花心思 否则 我会让你后悔 今天来找我 至于婚约 取消与否 你让萧和自己来找我谈 告辞 沈碟咽了咽口水 从衣领下扯出条项链 面露痴狂 这项链是他送我的 还有他手上的纹身 还不足以说明他对我的爱吗 倘若 拾去点就早点解除婚约 否则 到时候难堪的是你 视线落到那只如梦似幻的蝴蝶项链上 我微微眯起眸子 从饭店出来后 我顿感烦躁 去车来到了许久没来的酒吧 我坐在把台 一杯又一杯地喝着 若若姐 好巧 你也来着喝酒呢 一道清润的难音响起 处于在我身侧坐下 来得正巧 来 陪我喝一杯 我将酒杯递给他 有烦心事 别提了 烦着呢 若若姐别烦 你还有我呢 处于温柔地笑了笑 将凳子往我这边拉了啦 我这人酒品跟萧和差不多 一喝醉就喜欢搞事情 喝腻了 我就开始给处于灌酒 跟他勾肩搭背 以兄弟相称 这时 手机电话响起 我看都没看就接通 唐若 你在哪 我们好好聊聊吧 萧和的声音传来 这时 处于拦住我灌酒的手 声线祸人 别 弱弱姐 别这样 电话那头静默半晌后 突然挂断了电话 我和处于喝得烂醉 她几次想跟我说些什么 可都被我用酒杯堵住了 最后的最后 是顾迎来把我俩捡走的 送完处于 顾迎开车进入别墅区 将我从车上拽了下来 她惊讶的声音隐约传来 萧 萧总 我来吧 可是 下一秒 我感觉整个人腾空而起 十三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抗拒地扭动起来 你放开我 我要回去继续喝 萧和开了门 脸色黑到极致 将我摁在沙发上 咬牙切齿 刚出月子 就喝这么多酒 倘若你不要命了 她没有开灯 声音中压抑着弄火 仿佛一只即将爆发的野兽 你管我 楚玉 楚玉你去哪了 还不快来护驾 我挥着手往她脸上呼 手腕中途被她钳住 力道很大 弄得我很疼 楚玉 你就那么喜欢那个小白脸 她到底哪里有我好 值得你一出月子 就去找她私会 萧和冲我吼着 满脸委屈 吼到后面声音还带了些哽咽 我被她吼蒙了 歪着脑袋 正正地看着她 温热的液体滴落 一颗又一颗 落到了我的锁骨上 她 哭了 漆黑中 传来她嘀嘀的啜泣声 她寄见哀求 唐若 你别喜欢她好不好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呀 最后 我不剩酒力 沉沉睡去 次日醒来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房间里很多蝴蝶的元素 床对面的墙上 还有各种各样紫色蝴蝶的标本 一些记忆窜了上来 我掀她被子下床 这房间 不会是萧和的吧 她昨晚没把我抱回我家 前方的桌子上 大喇喇摆着个笔记本 我本无意看的 直到余光 不经意撇到里面夹着的照片 我快不上前 将照片拿了起来 上面是一群笑容灿烂的孩子 背景写着的是 蓝山孤儿院 我拿着照片的手抖了抖 低头看向笔记本上写的字 2000年5月15日 今天院长接回来了个小姑娘 穿着公主裙 抱着洋娃娃 据说父母出车祸没了 好可怜 2000年5月16日 小姑娘很害怕 不肯吃东西 每个尝试去给她送饭的人 都被她赶了出来 我也不例外 2000年5月17日 小姑娘肯吃东西了 不过她只吃我送去的饭菜 嘿嘿 好开心 2000年5月18日 小姑娘今天开口跟我说话了 不过她叫我小胖子 呜 不开心 2000年7月17日 手工课上 小姑娘把她亲手蝶的紫蝴蝶送我了 开心 2000年8月1日 有人来领养小姑娘了 但是我好舍不得她 她没有跟我告别 好狠心呜呜 祝她幸福 2000年8月2日 来自京都的夫妇 要带我离开了 我想我们再也不会见了 这一夜残留着几滴水痕 2010年6月6日 肖家给我物色了个未婚妻 明天她就要来京都了 可我一点也不想见到她 我决定连夜跟表哥出国 2023年7月2日 我又遇见她了 虽然时隔23年 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但她似乎已经认不出我了 2023年7月12日 她今晚带着个小白脸去酒吧了 我用计将那个小白脸骗了出来 她认错了人 把我带走了 醒来后 她给我留了张名片 名片旁的便肩上写着六位数字 我猜她是拿错了 她想给我的应该是银行卡 所以她还是没有认出我 2023年7月13日 我回国了 通过名片找到了她 我想接近她 可是找不到理由 那晚过后 她好像把我忘了得干干净净 我很伤心 也很生气 2024年3月3日 助手跟我说她去了私立医院 我很担心 迅速赶了过去 后来才发现 我当爸爸了 她瞒得很好 我又喜又怒 面对她的冷漠 只好落荒而逃 2024年3月12日 今天那个小白脸来找她了 还当着我面勾引她 她凶了我 我委屈极了 我决定戒酒交仇 2024年3月16日 我惹她生气了 我想道歉 但是她不肯见我 张助理知道我的苦恼后 决定帮我想办法 2024年3月21日 张助理的办法果真好用 她答应来我家吃饭了 我一定要好好准备 2024年3月22日 她拒绝了我的表白 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问了张助理后 我终于找到了原因 我决定重新策划一次表白 2024年4月5日 她出月子了 我筹划的也差不多了 可是我给她打电话过去时 那头传来的小白脸的声音 看到这身后传来轻微的开门声 我没有回头 闷闷地开口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小胖是我在孤儿院唯一的小伙伴 当时她长得圆滚滚的 搁谁身上能把她和现在的萧和联系起来 当时被领走时 我怕会舍不得 便狠心地没有跟她告别 你那么讨厌我 告诉你以后 不就连我们之前那点 唯一的美好回忆都没了吗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要说了 因为我打算退出了 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们了 祝你和楚玉幸福 我眉头青醋 转身看向她离开的身影 轻喝道 站住 谁跟你说我喜欢楚玉了 萧和离去的步子猛地顿住 片刻后 她迅速转身 眼里燃起点点光亮 所以你不喜欢楚玉 她上前两步 委屈得跟只大狗狗似的 不喜欢 真的不喜欢 真的 我叹了口气 问完了吗 我也有问题 要问你 你和你那个初恋怎么回事 昨天她来找我了 想让我取萧和你的婚约 萧和脸上滑过疑惑 在听到解除婚约时 她脸色大害 我没有初恋 谁说要解除婚约的 我不同意 她的反应倒在我意料之外 我为你起毛子 没有初恋 那沈蝶是谁 萧和瞬间满脸厌恶 眉头皱得可以夹死苍蝇了 她是我没出国前认识的 一直在疯狂地追求我 我回国后 更是天天打电话过来骚扰我 但我跟她真的没在一起过 如果她对你说了什么 那都是她自己一想的 当不得阵 看着萧和真诚的眼神 我转身朝房间外走去 边走边说 既然是你自己惹下的桃花债 那你就自己解决吧 我可不想跟你在一起后 还要费心费力地搞辞尽 身后静默两秒 随后爆发出欣喜若狂的声音 你刚刚说什么 你要跟我在一起 若若 你再说一遍好不好 我刚刚没听清 求你了 再说一遍 萧和一步一驱地跟着我 哪里还有霸总的样子 此刻身后要是有根尾巴 估计早就摇成螺旋桨了 我被她吵得不厌其烦 刚想收拾她 电话就响了 那头传来护工带着哭腔的声音 唐 唐小姐 宝宝 宝宝不见了 我本来推着她在周围晒太阳的 可是一回头的功夫 宝宝就被人跑走了 我没追上 入夜 我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外面的雨色 指尖抽出根烟 正准备点燃时 电话响起 我一个见不上前 喂 怎么样了 找到了吗 我声音难以控制地颤抖 放心 警察已经在找了 再加上萧家和唐家的势力 他带着宝宝跑不远的 片刻后 萧和声线温柔了几分 已经很晚了 吃饭了吗 我摇摇头 没有 吃不下 别担心 有我在 宝宝不会有事的 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待会儿让人送点过来 挂断电话后没多久 门铃就响了 我以为是萧和的人 想也没想 就开了门 脖子一凉 来人拿着匕首 阴狠地盯着我 别动 不然弄死你 虽然他蒙得严严实实 但我还是一眼 就认了出来 唐义 是你派人节走宝宝的 他走了进来 将门关上后 他摘下羽衣帽子 露出一张满是瘀青的脸 哈哈 老子这招声东击西还不错吧 唐若 你把老子害得好惨啊 看到了吗 这都是那群要债的打的 要不是你 我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 我被他逼得步步后退 满脸冰冷 本来以为你只是不学无术 没想到你居然还是个赌徒 唐氏没落到你手里 是正确的 你肯得放屁 唐氏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那死老太婆死了 都不肯给我留点 凭什么 我才是他的亲孩子 凭什么你个野种可以得到那么多 凭什么 他情绪有些失控 我警惕地后退 手悄悄伸到身后 摸到了个花瓶 宝宝在哪 我问 哈哈哈哈 那个野种 我让人把他扔海里了 现在估计早就被雨啃干净了吧 文言 我震惊地瞪大眼睛 抄起花瓶 就朝他脑袋上砸去 你敢动他 你个王八蛋 唐氏拿着刀 被砸得亮翘两步 痛苦地捂着脸 我理智回笼 趁机转身 朝别墅外跑去 救命 救命啊 有没有人 我的呼救声淹没在雨声中 身后唐氏跟个追命鬼似的追着我 表情很辣 手上的刀折射出明晃晃的亮光 路面湿滑 雨珠扑面而来 我的拖鞋不知跑到了何处 光着脚踩在鹅卵石地面上 突然脚掌传来刺痛 啊 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感觉浑身像散架了似的 臭娘们 跑啊 你不是很能跑吗 还敢砸我 你个贱娘们 唐氏扯着我头发 一巴掌扇到我脸上 现在我老婆跑了 儿子也被关进了哨馆所 老子还特么欠了一屁股债 我这辈子都毁了 我们一起下地狱吧 好不好 就在她的刀快要抹到我脖子时 一个身影将她撞开 萧和 雷雨中 萧和和唐义扭打在一团 唐义手中的刀掉到了地上 可在被萧和摁倒后 她又从靴子里抽出了一把小的 我瞳孔收缩 大喊 小心 来不及多想 我冲上去将萧和一把推开 刀子瞬间没入我的腰腹 警笛声响起 警察直接开枪 将唐义制服 而我则倒进了萧和的怀里 她愣正片刻后 爆发出痛苦的哀嚎 滴滴滴 一气声游远极近 我睁开宛如灌了千斑的眼睛 床边的萧和瞬间惊喜 她顶了一张尝满壶茶的脸 欣喜地看着我 若若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她喜极而泣 布满血丝的眼睛里 蓄满泪水 很快就哭得不成样子 强壮的她 此刻色缩着肩膀 哭得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 看来老天爷又眷顾了我一次 对不起 是我没保护好你 我吸了吸鼻子 抬手抹去她的泪水 不怪你 如果不是你 我估计早就 对了 宝宝呢 她还好吗 放心 宝宝已经被救下来了 我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那些伤害你和宝宝的人 我会让他们生不如死 萧和眼底布满寒芒 脸上引有杀意浮现 住院期间 唐义的黑料被萧和扒出来 一一呈现给警方 原来这么些年 他们夫妻俩顶着唐家的名头 在外面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这么一看 死刑应该是没跑了 没过多久 唐义的老婆也被顺利抓捕归案 除此之外 萧和还对外官宣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沈迪气得连夜赶来医院 还在门口就被萧和拦住了 两人在外面说了许久 最后不花而散 又过了几天 沈家破产的消息登上同城热搜 不用想就知道 是萧和的手笔 之后 楚瑜来找过我一次 你要辞职 我错愕地看向他 楚瑜眉眼柔和道 其实我来这家公司 就是奔着你来的 那天在酒吧 我也一直想跟你表白来着 但现在看来 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了 他苦笑着看向门口 只见病房门的玻璃上 贴着一张警惕的俊脸 萧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仿佛他下一秒要做什么出格的举动 他立马就会冲进来收拾他一顿 见状我忍不住勾起笑 楚瑜眼底满是酸楚 看得出来他很在意你 若若姐 你一定要幸福啊 说完 他黯然离去 时间飞逝 我很快就到了出院的日子 当天晚上 萧和一个电话过来 将我神秘兮兮地接走 他蒙着我的眼睛 小心地指导我往前 你搞什么 好好好 就是这里 别睁眼 我去去就来 又过了会儿 对面传来萧和的声音 可以睁眼了 睁开的瞬间 我微微一正 我的面前有一条鹅卵石的小鹿 周围是各式各样 色调和谐统一的鲜花 花中有气球 有羽毛 有各式各样的玩偶 不少蝴蝶被吸引过来 如梦似幻 宛如仙境 小鹿蜿蜒向前 穿过盘满 香槟色玫瑰的花架 我来到中间 刚走近 天边就炸开一道响声 华美的烟花腾空而起 绽放的瞬间 萧和单膝跪下 蓝色丝绒的盒子打开 里面一枚造型精美的戒指 映入眼帘 我诧异地看着他 这段时间在病房 他总是在平板上图图画画 起初我还好奇 他在干什么 起来要刚靠过去 他就跟防贼似的防着我 原来 他当时是在画这个呀 萧和有些紧张地 清了清嗓子 若若 上次我说 我想和你结婚 是因为想对你和宝宝负责 这话是实话 但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 我爱你 我想成为你的合法丈夫 我想陪你度过无数个春夏秋冬 陪你看遍所有的风花雪月 我愿用我的余生去守护你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 他拿着戒指盒的手有些颤抖 眼眶泛红 弱弱 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 给我这个机会吗 晚风温柔俯过 我垂着头 温柔地看着他 朝他郑重地伸出自己的右手 我愿意 戒指套上来的那一刻 烟花齐齐腾空 炸开的瞬间 几乎照亮整个夜空 萧和揽过我的腰 俯身而来 我们就这样 拥吻于这场盛大的浪漫之中